大家好 歡迎收看《醫家講理智》 我是節目主持Dicky 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Will Sun 今日的節目帶來一位神秘嘉賓 為何這樣說 在手術室內 很多時大家只會記得 你們是注診醫生 手術醫生 但有位麻醉科醫生可能會遺留 今日很榮幸請到梁家琦醫生 是麻醉科專科 來到我們節目 講解一下他的工作有多神秘 歡迎梁醫生 歡迎梁醫生 謝謝你來 發望之中抽時間 其實原來麻醉科專科醫生也是非常繁忙 很感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梁醫生今天上來講解有關麻醉專科的知識 其實我們當時聽到麻師 其實傳名是甚麼 其實麻師或麻醉科專科醫生 都是講解我們這個工作 就是麻醉科專科醫生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醫生 都是有五年的專科訓練 就是內外傳科醫學訓練 接著做完一年實在之後 再進入我們的專科六年的專科訓練 之後合格就會成為我們正式的麻醉科專科醫生 即是說麻醉科專科都需要完成醫生 也是醫生 可能坊間有些誤解 因為我們叫麻師 好像藥劑師 可能是同類的 其實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也是醫生的一種 可能講解一下麻醉的過程 其實一般我們講麻醉 可以分很多不同的麻醉方式 譬如有全身麻醉 有局部麻醉 有區域麻醉 其實都是針對不同的病人 做不同的手術 而我們跟病人醫生溝通過 外副醫生溝通過之後 還有一個麻醉方案 舉個例子 一些腹腔鏡手術 一些開肚手術 那些通常都要做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包括甚麼步驟呢 可以這樣講 就講手術裏面的那部分 譬如我們之前要放一些監察儀 例如病人的血壓麻婆心跳 呼吸等等 接著我們開始的時間 會讓一些麻醉藥 進入一個睡覺 即是失去知覺的狀態 全身麻醉其實都有幾個方面 要病人失去知覺 忘記 我們會給止痛藥 如果是做腹腔手術 就可能會讓肌肉鬆弛劑 讓病人鬆弛劑 方便醫生做腹腔鏡手術 其實好像這樣說 剛才提及過有全身和局部 其實是怎樣去分辨好處 或者怎樣才適合全身做局部 其實都是很看病人 他第一 做甚麼手術 還有他本身有沒有其他內科病 令到我們會傾向選擇全身或局部 看看他們的好處沒有處 舉個例子 如果病人很緊張 他完全不想聽到任何的聲音 就是想整個過程 睡覺而已 醒出來便解釋了 那些我們會傾向做全身麻醉 當然也要看回情況 譬如他是一個年輕男士身體健康 沒有其他胸肺科心臟病 做的手術也可能沒辦法 例如剛才提及做肚手術 甚至肺手術 那些便是全身麻醉 相反譬如手、腳、手術 我們可以用局部麻醉 或是腳來講 我們可以用局部麻醉 做半身麻醉 我們在脊椎附近的位置 打針局部麻醉藥 在胸口以下的地方就麻醉了 沒有感覺 病人清醒 亦是沒有痛 亦可以進行手術 其實麻醉過程之後 會不會有甚麼風險 或在手術過程中 會不會存在甚麼風險 其實跟每一個手術步驟一樣 麻醉本身都有它的風險 或是可以簡單地分類 我們可以分類通常是常見的 但沒有那麼嚴重 或是例如一般來說 做完手術之後 病人可能會有些累 有機會可能早上悶 如果病人插個喉 或擺個喉罩 可能有些喉嚨有點不舒服 也會的 雙口痛也會有這種情況 這個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常見的 一些嚴重的 例如有生命危險 或是有些嚴重的藥物反應 而導致生命危險 大約一萬分之一的機會 這種情況是比較少的 但可以很嚴重 另外有些情況 我們盡量避免 例如病人有鬆牙 如果病人全身麻醉要插喉 我們盡量避開位置 不要剩下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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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不要剩下的牙 第二就是 如果掉到氣管裏面 就會長生味 可能要開個氣管 把牙齒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 很簡單的手術 變成很大件事的手術 明白 剛才所說的副作用 其實有輕微的副作用 有甚麼情況 剛才所說的 較為常見的 我們可以這樣說 喉嚨痛 即是全身麻醉 作用作用作用 這是全身麻醉 如果我們說局部 或半身麻醉 除了弱物敏感之外 譬如我們半身麻醉 來說 我們都會有很小的機會 例如打針的位置 因為有小傷口 有機會發炎 那地方流血 流血的話 其實流血那裡 如果有些病人 本身的流血指數高 這樣便不適合做 本身麻醉 因為如果我們打針的位置 流血 如果是近腰椎層經 如果有血塊 壓住腰椎層經線 可能導致 本身的層膩層經線 會有癱瘓的機會 這是很嚴重的反應 即是說 一般手術前 你們都會和病人見面 了解他們的情況 是的 其實現在大部份的病人 認為全身麻醉 或者我們做手術 就是麻醉科技針 中間進入手術室 把聲打針 睡了 或者打完半身麻醉 就做手術 其實不是 現在的工作來說 其實在手術之前 我們都要做準備功夫 舉個例子 我們可能有個年紀大的病人 他有糖尿病 高血和心臟病 其實工作 除了手術室裡面 看著他的衛生指數 血和麻婆心跳正常之外 之前我們會遇見他 第一 要看看他的 譬如糖尿骨血壓控制得好嗎 任何地方可以再做好些 同時間 我也要解釋麻醉的方案 做全身麻醉 或各部麻醉 比較適合 或者藥物 應該怎樣吃法呢 做手術要兇肚 應該哪個時間最適合呢 一個常見的例子 譬如病人 他有糖尿病 他打糖尿針 通常早上會打 因為醒來才會吃東西 吃東西需要糖尿高 才會打 即是胰肚素 但如果兇肚 那針打不打呢 不打 血糖尿會高 怎樣控制呢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的前期功夫要準備 又或者我們甚至可能要跟外科醫生溝通一下 這個病人 這個情況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希望儘量縮短的手術時間 因為這樣的原因 可能要將手術由一個很長的手術 變成一個分開不同的時段 例如可能先做一刻 病人過了骨頭之後再做第二階段的手術 即不是說好像打了症 不是把症搞定 好的 打完症其實據我所知都會觀察過程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讓我們知道多一些 是的 其實大家常常想了解多一些 就是全身麻醉 通常都說醫生叫你數三下睡著 之後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好像我們開車 或者我們會用同病人說 好像飛機師開飛機一樣 起飛機之後 我們其實也要監測 第一 外科醫生在不同的手術階段 他需要止痛藥的情況不同 譬如他去到一些 最簡單的 譬如我們皮膚很敏感的 他開刀的頭一個階段 他需要止痛藥更多 我們可能要給它更多 另外我們也要看著一些維生指數 血壓、脈搏、心跳、呼吸 剛才我們說要做腹腔手術 要給肌肉鬆弛劑 我們要保持肌肉鬆弛劑 等到可以方便外科醫生做腹腔手術 例如我們睡覺的時間 我們會用針藥 即是靜脈注射的方式 讓病人睡覺 但其實大部分的手術 我們都會用麻醉器 或者一部分的手術 都會用損殺做靜脈注射的麻醉藥 去維持麻醉狀態 這個我們也要看著 例如看著病人的呼吸 或是麻醉程度的深淺 去肯定他有麻醉狀態 因為如果他醒了聽到聲音 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情況 剛才我們說回 其實機會是有 但就不大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 本地的數字就沒有 但如果外國這樣看 文顯上大概有0.2-0.3% 病人會聽 會有機會有麻醉中途 有機會聽到聲音 感覺到的情況 聽到其實也很重要 沒錯 但即是說 其實你會在手術中 監察著病人的情況 是的 即是一路作出應變 即假設他真的有機會 例如飛機突然有氣流 我們馬上有適當的危機處理 或者有時病人可能 手術中間中途要住不同位置 病人可能做一下 頭部要低些 方便外科醫生 例如做方向鏡手術 去達到達 遺棄到達某些位置 對 這個我們就 中間譬如 病人頭低 不要小看 都會帶來一些血壓 心跳 的變化 那些我們都要走一走 明白 剛才梁醫生提到 會跟病人會面 提他 例如做這個手術之前 可能他要注意些甚麼 那飲食呢 這其實也很重要 其實不論我們做監察麻醉也好 做全身各部麻醉也好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有足夠的空腹時間 為甚麼呢 因為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擔心病人 麻醉期間 如果他吐的話 就會逐傷 因為其實麻醉 我們給了一些藥 之後 會減低了自己的一些條件反射 例如我們吞 煙吞 咳 都是一些很自然的反射 去保護自己 保護我們的氣 不會有些炎掉下去 如果中途病人吐的時候 食物掉下去 氣管就會逐傷 有機會出現感染 或者影響呼吸的情況 我們建議病人 一般來說 六個小時的空腹時間 喝水 我們說清水 清水當然不包括奶茶咖啡 那些汽水等 兩小時 其實在我們手術之前 見病的時候 除了決定他能否健康 做這個手術之外 你和他解釋一些空腹時間的主意 其實飲食 如果有些吸煙的人士 其實他手術之前 可不可以吸煙 這也是很重要的訊息 我想帶出 其實食煙 通常會覺得 食煙也是 食煙那一天 或者那一小時會受影響 其實不是的 食煙其實我們會建議病人 第一盡可能停 不是停一兩天 是停六個禮拜 第一盡可能是建議解了他 由你見我那天開始 就算 總總原因不行的 都要停 最低限都要停十個小時 為什麼呢 其實它會影響 第一 影響我們那個 血液裡面的 帶氧能力 這個直接關乎傷口愈合 身體抵抗力 你進來都是做手術 都有傷口的 很大機會 你不想發炎感染的機會 還有特別多氣管敏感 如果在做手術期間 出現氣管敏感的情況 就增加了麻醉的風險 這就很不值得 我們也重新說 吸煙不是一個好的習慣 只是可能有些人士 沒有辦法介助 以為不吃東西 不喝水 吸煙是另外一件事 其實原來吸煙也是不好的 就是在手術之前 好 麻醉後的日子 很多時候你也聽過 會否有甚麼記性 其實是否有一種藉口 就是那些反應 還有其實 精神狀況最主要 很多時候 護士都會提醒我們 做完手術之後 幾久沒有開車 沒有影響精神狀態 什麼時候會復原正常的情況 醫生可不可以說一下 這個其實都是一件很常常 我會被病人問的 不論半身麻醉或全身麻醉 都會這樣問 文獻上沒有一個充分的證據 就是幾多歲或幾大的病人 做完全身或半身麻醉之後 之後的認知能就會減低 或記性差了 不過通常我都會提提病人 就說你剛剛做完手術 我們都會有些麻醉藥 有些止痛藥 這個不多不少都會影響你的配電壓力 一般來說 如果今天你都做過腸胃鏡檢查 給那些止痛藥麻醉藥理 你今天都不要開車 不要簽法例文件 不要操作機器 因為都會有很多不少影響的判斷 但你說這個是短期的影響 但如果長期影響 會蠢了一些 IQ的分數會低一些 這就不需要擔心 文件上沒有這個證明 因為我們聽過很多說 孕婦 做完這個麻醉之後 我沒有記性家 如果是半身麻醉 更加不會 因為半身麻醉是局部的藥 阻止了神經痛的訊息 就像剝牙打局部麻醉藥 更加不會影響腦部的認知能力 更加可以放心 那就不能抵賴了 手指頭也沒有簽為殘 沒錯 沒有簽法律文件 其實剛才提到 飲飲食食 也是我問 酒量高的 可能會跟你會面的時候 可能忘記了跟你說 我好喝得的 可能忘記了 酒量高會不會影響那個份量 對你們來說 看看病人本身 所謂酒量高是怎樣 其實喝酒喝得多 其中一個當然是對肝臟有影響 肝臟有兩種情況 如果是很嚴重的話 直接影響肝臟的功能 直接影響了對一種藥的反應 即是同一樣份量的藥 他的身層代謝 是沒有正常人那麼多 變成同一樣份量的藥 可能會變多了 我們應該要用少些藥 相反一般來說 譬如喝慣酒的病人 我們會覺得 經驗上 因為他的身層代謝 習慣了一個大的藥 他可能會用多些 不過這就是很難一概而論 要看個別病人本身的體質 就算不同體質 不同種族 不同年紀 我們對麻醉藥的份量 都要作出相應的 加加減減 這真的要好看個別病人的情況 李醫生其實香港人壓力都很大 很多時候都有些精神 輕度的精神問題 要靠一些藥物去平時睡覺 有些精神科藥物的病人 其實在你麻醉方面 之前跟他溝通的時候 很多都尷尬的 有時候你問我都會 你會怎樣跟他溝通 引導一些 拿回正確的情況出來 一般來說 我們在術前的訪問 檢查中 都會隨意問他 他有沒有吃過任何長期吃藥 看醫生 如果問到他本身有失眠 有長期用藥 我們都會仔細問清楚 用哪一種藥 吃了多久 吃多大劑量 他任何懷孕都不怕直接問 因為我都會解釋給他聽 這直接影響了他手術的麻醉 用藥的份量 如果是病人長 吃高劑量的安眠藥 或者吃精神科藥物 我們都會作出相關的調整 其實病人自己 一般來說 反而是相反 如果問到的話 他通常都會和盤托出 因為對於他來說 都很重要 如果是全身麻醉 我又給不夠紫藥 他醒來又很痛 沒有人想 沒有人喜歡 是 一般來說都可以的 可以問到 偶然有一個 可能要小心一點 就是 他會說 吃藥 要問得清楚 份量當然是長期 或是間中 其實最主要是吃甚麼藥 即是哪一種藥 醫生的藥要解釋 因應情況才可以控制制量 是 問多一句 一般家庭在吃的止痛藥 有沒有影響 其實一般家庭 我們自己買到的 止痛藥 我想你說 例如 好像 退消藥 那些 一般不會太大影響 我們用的麻醉藥 不過反而 我們就要問清楚 為甚麼病人 需要長期吃止痛藥 會不會有甚麼原因 譬如長期通精 或者可能 除了那些藥之外 原來可能也有其他藥 會用的 那便反而重要 因為我發覺 有些朋友 長期帶著一些止痛藥 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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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痛 突然拿出來 便喝了 其實是否 都要跟醫生說話 其實是 如果是所謂的 長期用藥對麻醉 都會有影響 我們都希望了解清楚 不過 始終醫生 都會在手術室內 有些甚麼 可能剛才在儀器上 心臟的挑動 有甚麼不同 你們都會監察到 我們立即相對做一些 藥物的加減下去 其實 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醫生在病房內 都不太空 不是我們想像之中 我以為你坐在那裡 其實很忙 試試看 其實也不是的 但 以往的手術途中 有沒有試過有甚麼特別的 要你立即去做一些很大的 調配 或者一些藥物的加減 的情況出現過 其實也有 剛才說過 就好像駕駛飛機 有人中間 我們其實也要看著 病人的 比如血壓迫波心跳 比如外科醫生 某個位置 要用止痛藥 我們要相應反應 有些情況 比如有流血 我們要幫他補充 要輸血 需要的情況要輸血 補充體液 特別的例子 譬如很簡單 剛才說過 其中一個 我們會有機會見到的情況 就是藥物敏感 是 很多時候我們藥物敏感 可能之前沒有一個病歷 之前可能是完全沒有任何食物 或藥物敏感 但可能有些子種藥 或食物 不是食物的藥物 會令到 被人突然之間 不知為何 可能之前用過 但今次突然間有一個問題 就是出現一個過敏的反應 這個過敏反應 要立即作出反應 例如我們可能會影響血壓 血壓會低 可能氣管要收窄 我們要給抗氣管的藥物 嚴重的 甚至乎我們要立即給抗敏感藥物 去處理這個突發情況 也是靠中間 我們留意著 觀察著病人的情況 才會知道 可能很多朋友 不知自己有藥物敏感 不知又不代表 你是沒有對藥物敏感的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 所以需要麻醉專科醫生 在這裏 在這裏 今天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真的非常非常多謝 梁醫生 今天秋康上來跟我們說 我是 謝謝 謝謝 有機會我們下次再請梁醫生上來 再講解有關 華醉專科的知識 好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拜拜